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君主 他的伟大事迹广为人质 但是他的身世却饱受正义 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吕不韦的儿子 吕不韦曾是嬴政的宰相 他在政治上有极高的地位 所以谣言也流传开来 称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但是这个说法却并没有被证实 一嬴政的生理缺陷和身体问题 嬴政在史记中被描写成一个长着马鞍笔和鸡胸的人 声音嘶哑 颇有支气管炎的状况 这些都是身体上的缺陷 这让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遗传问题 如果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那么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缺陷 因为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他的才华和身体素质都很优秀 这种基因应该是会被遗传下来的 二 嬴政的早产和其他证据 还有不少人认为 嬴政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吕不韦的儿子 是因为他的母亲赵姬曾经是吕不韦的宠妾 但是他后来献给了艺人 而嬴政的早产 也是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世的原因之一 但是早产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而对于赵姬献给艺人的说法 也可能是史书上对嬴政身世的虚构 三 秦始皇的身体缺陷与真正身世的关系 嬴政张有马鞍比和鸡胸等身体缺陷 使得他在世界观和心理状态上独特而复杂 从而塑造了他独特的行政和军事思想 再加上支气管炎等疾病的折磨 嬴政的性格也因此变得善别和暴躁 这些身体上的缺陷造成的影响 使得他的治理方式和独特的行政理念 成为了历史上的独特案例 由于嬴政身上所带的缺陷 造成了很多人对他身世的怀疑 认为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然而我们要明白 身体上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他是吕不韦的儿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许多皇帝都有身体上的缺陷 但这并不曾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育 因此从生理方面来讲 身上的缺陷不足以证实嬴政是否为吕不韦的儿子 如果说嬴政的身体缺陷不能证实他是否为吕不韦的儿子 那么他身上的缺陷又是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嬴政身上的缺陷有多种可能性 例如自身疾病 基因突变等各种情况 因此从身体缺陷角度的证明来看 无法证实嬴政是否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毕竟吕不韦是否拥有这些基因也无法证实 本文对秦始皇身世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但事实上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因为证据往往十分有限 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进行推断和猜测 对于嬴政身世的争议 我们可以看到吕不韦宠妾如生召集说法中 可能有许多的假设和托词 具体的真相可能只有历史才能告诉我们 然而身体缺陷却是有据可查的 尽管这种缺陷可能不是唯一的证据 但它可以按提示人们认为嬴政并非无辟之子 而是有丰富的历史背景 同时从嬴政身体缺陷的方面进行思考 我们也可以发现 一个人的身体构造可以对其思想和性格产生极大的影响 历史是不可能被完全重学的 仍有许多的谜团和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究 而通过这样的思考和探讨 我们总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感谢观看